尊对中国要开三中专会 国策医办件讨会 讨论中国未来5年中大改革方向 六委会主委副推政有来抵输 这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紧张疏离的主因 六委会主委副推政说这是中国事业 因为两化关系无法改善 也说最近中国法部的天改 台独22条新规定对大家都没好处 中共更是罔顾两岸互不隶属 台湾完全不在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客观事实 发布所谓的惩治台独22条意见 严重伤害两岸的正常往来 挑起两岸人民的对立 制造两岸的敌意螺旋 可谓是相当负面的损人不利己 他是想对内交代对外宣誓对台威慑 采取一个法律战舆论战跟心理战的所谓效果 对统派团体的打压都是出发可能 投资认为中国法部的倾向台独22条 确实对我们台湾南国方面影响很大 他认为说第一岸来北京是没有太大的动作 但是立法院如果要跟白因为你们所优势 提出修正同意 要求政府改渡到中国越有的金团令 六委会说没证到中国去风险是真大 居主委是说台湾一直都有选拟 希望两方有两成的活动 也希望对方不要只会威慑我们台湾 民視新闻台北报道 关键提林出林MOD的遥控室 在主宣的项目里面来加一民視新闻台 为你们来尊敬集市 尊敬正确的新闻台湾